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对健康产生一个长期的影响 但是如果你本身就有高血压或者其他心血管的疾病 那么过度的摄入这些刺激性的食物也会加重病情 甚至理发心脏病或者中风的这种严重后果 还有就是高糖食物 高糖饮食会增加患高血压的风险 因为大量的糖分会导致血管壁受到损伤 从而影响到血压的稳定性 此外高糖的食物也会导致肥胖 这也是患高血压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 另外就是油腻的食物 高油脂的食物会导致血液当中的胆固醇的水平升高 从而增加了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并且油腻食物当中的高盐分 会刺激到体内的钠离子寄居 导致血液量增加 从而使得心脏需要更大的力气来推动血液流动 导致血液升高 还有就是酒精 酒精会导致血管收缩和心脏加速 从而增加心脏的负胆血压 一般来说早上9点到10点是高血压患者发病的高峰时期 这个时候血液粘稠度也比较高 如果说一大早就忍不住要喝 对血管的伤害会更大 也容易增加发病风险 好了我们这期的健康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